文章来源上游新闻 文章来源公则表示 之前告知近山会持续一段时间 离职后仅几天得知公司又搬回市区 所以大家感到很气愤 离职四天发现公司搬回城里 近日西安的常先生化名发视频称 2023年10月19日周四 自己工作的某品牌策划公司突然告知所有员工 要将办公地点搬监至新办公室长安区子午街道 某某新村X牌某某号-2层 并告知大家必须于10月23日周一 早上9点准时打卡上班 常先生告诉上游新闻记者 公司原来的办公地点位于高新区锦业路 是西安的CB地区 而公司新地址是位于长安区秦陵脚下的一个村子 一位当地人介绍 这个某某新村位于长安区子午域内 距离域口三公里 已经进入了秦陵山路范围内 再往半山铺上走了 也就是俗称的山里 我开车还稍微好一点 其他没车的同事 只能乘坐一辆三小时一趟的公交车 还需步行三公里 走三十多分钟山间村道 才能到达办公室 单程通勤时间差不多两个小时 如果从最近的地铁站打车 要花五六十元 公司而且明确告知 无任何通勤补助 常先生说 随后有员工提出质疑 我也给老板打了电话 10月26日 公司行政说 要坚持不了接受不了 九十月份工资结给你 大家好聚好散 留下来的可能要根据回款情况来发工资 常先生表示 10月27日 二十多人的公司里 包括自己在内 有14人签署了离职协议 离职才四天 就从原来同事那里得知 公司又搬回了城里 还在网上开始了招聘 这让常先生和那些离职的同事们感到很气愤 公司老板一直没有露面 目的就是用这种恶劣的环境让你去主动离职 如果不用这种方式的话 大家都是辞退或其他就会正常的去要求N加1的补偿 公司负责人 进山只是暂时过渡 12月31日 上游新闻记者联系上了公司负责人张先生 他承认10月份确实把公司搬到了山里 但不可能长期在山里办公 因为CBD那边的租金很贵 刚好到期了 新的办公室正在装修 没有地方办公 我们还在经营民宿 就过去暂时过渡了一周而已 张先生表示 下半年公司经营比较困难 今年我个人已经垫资200多万 一直没有拖欠过大家工资 公司的口碑在行业内一直不错 这个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患难与共 没想到很多人提出了离职 还把这个事情发到网上 但张先生对此说法予以否认 当时给我们说的是 在山里的办公周期可能非常长 到明年都不一定 如果说只在山里待一周 就回新办公室了 哪个人坚持不了 对于办公环境 张先生也不认可是民宿办公室 位于一栋农民自住房的二楼 一楼就是村民两夫妻居住 我们十几个人 就挤在二楼上班 公司女生比较多 上厕所很不方便 有时要走很远去村里的公厕 也没有吃饭的地方 只能靠泡面和面包解决 下班十天已经黑了 要走那种无路灯的山路 女孩子还会遇到野狗尾随 很吓人 离职后 张先生还发现自己的社保 是在工作一年之后才买的 而且一些绩效 加班费和代新年假 没有给自己计算 就与几名同事向当地劳动仲裁部门 提出了仲裁要求 对于为何时隔两个月才选择爆料 张先生表示 其实视频很早就做好了 但自己一直忙着维权 年底很多同行都出来择业 这时候爆料 初衷是为了让更多的同行能够避坑 也是警醒更多的企业 公司负责人张先生表示 自己已经接到了仲裁委的电话 也感到有些委屈 现在我都想维权 但被律师劝住了 因为他们的爆料 给我们现在的客户 业务各方面 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和损失 我还想起诉他们矿工 因为工资预知是到十月底的 结果剩下那几天你就不来了 工作交接乱的一塌糊涂 河南泽锦律师事务所主任附建认为 这种情况下 员工首先要确定 和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 有没有关于工作地点的约定 福建表示 如果合同中有约定 公司没有和劳动者协商 一致变更合同内容的 属于违反合同约定 员工可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 提起劳动仲裁 针对类似情况 员工完全有权利提出维权要求 如果通勤距离和工作环境差异太大 可以认为就是变更合同 不过签了自愿离职书 可能维权就很难了 陕西海普瑞城律师事务所 专职律师李沐阳认为 如果员工所述属时 把公司搬到山里 借助自然之力逼迫员工辞职 这样的做法 未免有些冒失